太監講的話你在聽他太監的話 本來不想多做評論人都要走了 但忍不住回頭補一槍 讓民進黨台北市議員王世堅 這麼不屑的人就是他 同樣是民進黨自己人 經常貼著桃園市長鄭文燦的 桃園市議員王浩宇在臉書 指王世堅護航中天 接著又拿刀捅民進黨 造謠蘇貞昌將在年後去職 是替中共挑撥總統跟院長的關係 王浩宇隔空抹紅叩帽 民眾黨黨員何景榮還插花 告王世堅違反反滲透法 我王世堅是什麼樣的人 把我跟中共扯在一起 我覺得真的是太污名化我 他看看我們家要比中共 這太無路人了 綠營自己人的攻擊比外人還凶狠 王世堅被盯上 還不是因為大炮重批蘇貞昌 鄉人為國 那同時我也以蔡總統的七個字 那麼期許蘇院長 就是謙卑 謙卑 再謙卑 我們都應該謙卑傾聽 搖搖頭看不下去 王世堅開炮蘇貞昌 金句臉發 在很多事情的做法 非常的強勢 強勢到有一點 我覺得 對 身為最高行政首長 如果你帶頭耍音 那我們的整個政壇 會是更混沌不堪 霸氣跟能力是不成正比的 真心話勸見執政者不要壓霸 結果被自己人嚇重手 王浩宇卻只敢臉書 當酸民不出來回應媒體 這男人王世堅也不再客氣 一句話堵住王浩宇的嘴 太監講的話 你在聽他的太監的話 記得東俊求越台北採訪報導